上個賽季在台灣T1聯盟刮起一波 莫守旋風的雲爆球星霍華德 杜愛豪爾 在下賽季期間 傳出雲幕隊並未取悅成功 下個賽季能否留在台灣 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對此雲爆執行長 今任總經理的張建偉 請上火線回應大家的疑慮 豪爾對於他今年季的表現 是非常的有自信 而且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不管他是在市場上的厭度 還是聲量 還是在他自己個人的技巧 或者是團隊配合上面 終然沒有幫雲爆把戰機 帶到非常好的一個地步 但起碼他對他自己的成績 但是非常滿意 所以其實在五月三十一號 我們合約到期前 我們其實就有談過續約的部分 那當然他提的預期 是比我想像中的高 彼此雙方在談的過程當中 雖然沒有在五月三十一號以前 合約到期前完成續約 但是彼此雙方有給一個空間 也就是其實豪爾在這次回去的過程當中 他會在七月份去參加夏季聯賽 不管是歐洲的或者是美國的一些球賽 所以其實時間上我認為真正比較明確 會在七月底到八月初 會比較知道這樣的一個狀況 雲爆也透露目前知道臺灣共有兩支球團 跟互華德報價 而雲爆球團除了豪爾以外 也積極接洽其他NBA球星 更表示只要能力達到球隊所需 價錢不是問題 除了外援之外 本土球員的部分也在近期鬧得沸沸揚揚 目前雲爆陣中還有複數年合約的球員共有五位 包含陳笑容 陳建民 羅振鋒 盧建民以及正偉 其他球員的未來動向還有總教練以及GM人選 球團表示最快也要到七月底才會有確切答案 張建偉也嚴正說明一切都要以球團公布的為準 不要慶幸傳聞 無論如何採訪 採訪報導